国产戒烟药获批上市能够彻底戒烟吗 有哪些副作用呢 国产的90酸法尼克兰片正式获批上市 成为我国国产的戒烟药 法尼克兰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线戒烟药物之一 它的上市能不能彻底帮助您戒烟呢 法尼克兰主要通过部分机动和结抗尼古丁受体 从而达到戒烟的目的 吸烟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就是越吸越有瘾 由于尼古丁在体内的成瘾性 吸烟后能够带来一种愉悦感 如果限制吸烟会产生相应的戒断症状 除了心理想吸烟之外呢 还会有一种躯体的症状 法尼克兰他能够通过作用于大脑中的尼古丁 以前胆碱受体 既能部分激活尼古丁受体 缓解戒烟症状 还能够阻断尼古丁与受体的结合 减少吸烟时的愉悦感 让人呢逐渐对香烟失去兴趣 使用法尼克兰的人呢 一般会在使用10天左右 对吸烟的口感变差 越来越没有瘾 然后呢就可以把香烟戒掉了 当然食用过程中也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 比如出现恶心 头痛 影响睡眠 口干和胃肠道不适等 少数人呢可能出现心理和情绪上的变化 甚至产生焦虑 抑郁等 过敏反应出现的概率呢更少 因此 戒烟首先要有个人意愿 有坚强的戒烟意志 充分认清吸烟对健康带来的危害 在此基础上 使用法尼克兰 在用药期间呢 要注意观察心理和情绪的变化 如果出现较为严重的心理和情绪上的问题 要及时就医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